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27日 歡迎收看《人民報》的小坤話時局 我是小坤 中共今日宣布向全國474萬特困人員 發放一次性生活補助 並且時機挑選在中共竊證75週年之際 外界分析說 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1000元人民幣 而這次中共只給400多萬人發補助 可見中共此舉只是為了做樣子 目的是為了收買人心而已 因為中國民間的反共意識非常強烈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報導說 中國民政部和財政部在11月1日 向生活特別困難的人員 孤兒等民眾 發放一次性生活補助 不過這一消息並未提到這項補助的具體內容 包括發放的金額 而特困人員是指無勞動力 無生活來源 且無法定 善養 撫養和撫養義務人 或者其法定義務人 未履行義務能力的城鄉老年人 禪籍人 以及未滿16週歲的未成年人 根據中華民政部的資料 截至6月 中國有474萬特困人員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曾在2020年的人大記者會上披露 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 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而中共這次發放一次性補助的受益人數只有400多萬 只是6億低收入民眾中的零頭而已 據《大紀元》報導 美國聖湯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指出 中共這次發錢是為了削減中國民眾對政權質疑的壓力 另外 這種救助也反映出在疫情之後 中國的經濟形勢和民生狀態非常差 中共還特別挑選在中共建政75週年之前 葉耀元表示 當局可能掌握到一些底層人民 有很多反彈的聲量 網路作家李勉映也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現在給一部分窮人發錢 主要是想改善它在民眾中的形象 但是只是一次性 而且這筆錢應該不多 國內的壓力鍋已經到極點了 馬上要爆炸了 它現在要通過這個辦法來減壓 現在不用錢肯定是不行 所以給底層的人先發一點錢 結束清零封鎖政策之後 中國經濟突然停滯 內需不足 消費降級 中產反頻 通縮 斷崖式降薪等話題 不時佔據互聯網的熱搜榜 青年失業率更是居高不下 房地產陷入困境 中國各地地方政府債台高柱 很多經濟學家和各類專家都在呼籲 中共應該要學習美國 直接給老百姓發錢 例如 中共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毅平 早前大聲呼籲應該改變重投資清消費的理念 直言政府應該直接給老百姓發錢 但在2022年 中共黨魁習近平卻通過黨媒發文宣稱 中共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不能搞福利主義 與此同時 中共卻不停地給很多亞洲和非洲的國家送錢糧 就在9月5日 中共在北京召開的第九屆中非合作論壇上宣布 向非洲大陸提供3600億元人民幣的財政援助 中共對非洲如此大方 但是對中國6億低收入民眾卻視而不見 在海外社交媒體X平台上 網友紛紛指責嘲諷說 中共砸鍋賣鐵支援非洲3600億 這和當年惡嫖滿地 還要母產3000萬支援阿爾巴尼亞如出一轍 中國人活得太難了 面對失業 跳樓 販賣人口器官 他視而不見 卻年年向非洲大撒幣 自己家失業成啥情況了不知道嗎 自家百姓窮成什麼樣了也不知道嗎 砸鍋賣鐵也要讓非洲人民過上好日子 大概率非洲人民撈不到多少 大頭還是回扣 習近平真是為非洲弟兄操碎了心 為了讓更多的朋友看到我們的新聞 幫助我們把聲音傳得更遠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為我們的節目點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來看下一則新聞 美國眾議院週三通過制裁中國共產黨暴政及壓迫人事法案 內容指出 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等 若損害香港自治 加劇對台灣人民的侵略或助長壓迫維吾爾穆斯林 美國將禁止他們買賣在美資產 中央社報導說 聯邦眾議院下午以243對174票 通過制裁中國共產黨暴政及壓迫人事法案 根據法案 香港2020年7月頒布的《國安法》 對一國兩制造成嚴重且無法彌補的傷害 進一步削弱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履行國際法的信心 中共持續鎮壓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穆斯林少數民族 還進行系統性人口控制 法案指出 台灣前總統蔡英文2016年上任後 中共政府透過外交孤立和軍事挑釁 來加大對台施加的力度 中共軍方快速現代化 以及最近在台海及周邊地區的軍演表明 台灣安全明顯受到威脅 法案提到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成員 應該為損害香港自治 加大對台灣人民的侵略 以及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穆斯林的壓迫負責 制裁對象包括 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及其成年家屬 配偶或配偶的成年家屬 法案指出 如果美國總統判定上述人士 侵犯香港自治 騷擾 恐嚇 或加劇對台灣民眾的侵略 或助長對中國境內 個人或社會團體 包括維吾爾族的政治壓迫 或侵犯人權行為 可依法阻止及禁止他們買賣在美資產 制裁方式也包括取消美國簽證或入境文件的資格 以及撤銷現有簽證 根據法案 在若干情況下 總統可以依照一定程序結束制裁 例如中共停止破壞香港自治 停止對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 包括以可驗證、查核的方式 停止支持維吾爾族強迫勞動及強迫絕育的做法 宗旨制裁的前提還包括 停止對台灣的一切形式的威脅、軍演和侵略 包括在至少一年內透過可驗證的方式證明 不曾由任何與中國或中共相關的軍事或情報人員 或其任何機構或工具入侵台灣的空域、領域或領土 眾議院通過這項法案後 將送交參議院審議 參議院同意後 法案由總統簽署正式生效 不過 國會將休會到11月中旬 壓縮剩餘會期 下一屆國會則在新年後不久開議 中國大陸股市和房市持續低迷 中共突然宣布8000億人民幣救市 台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發文表示 受到這個大力多的激勵 24日深戶港股市都大漲超過4% 不過這個大漲力道到25日全面考驗 最強勁的恆生指數拉升到19592點 又壓回到19072點 K線是實體黑棒 顯示上檔壓力不輕 深圳上海股市都開高走低 留下長上影線 今天可能會面臨比較大的壓力 他提到 香港信報出現一篇有趣的文章 標題是 央媽要你瘋狂 股民寧可當乖乖 這篇文章暗示了人行要大家借錢瘋狂買股炒房 但大家都不敢動 原因是經歷漫長跌勢 很多人槓槓用盡 該躺平的老早已經躺平 大家都不敢拼了 謝金河說 近幾年 台股 美股 日股和印度股市奔騰 只有深戶股市一直在年限下掙扎 港股已經站上年限 這兩年 中共祭出很多次救市行動 包括削減股票硬花稅 限制量化基金操作 限制放空 取消每日外幣流入A股的數字 國務院推出國九條 央行 匯金 買入ETF 甚至撤換證監會主席 但都無力扭轉股市的跌勢 而資深媒體人顏纯鉤在臉書發文表示 首先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好日子 都是改善生產關係 釋放生產力的結果 習近平反其道而行 破壞生產關係 壓制生產力 所謂國進民退政府主導 就是把市場經濟逼到死角 由政府行政掌控一切 如今的衰敗 不是具體哪些政策事物 而是大方向上根本性原則性的錯誤 大方向不變 小修小補是沒有意義的 他說 中共正要推出的救世措施 著重在救地產 救股市 救投資 救失業 救地產就是降息 取消限購 提供優惠 暢好前景 但全國城市居民九成以上擁有一個以上物業 樓市新買家對象的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 都面臨失業降薪的困局 年輕人不結婚 不生子 沒有自助物業的需求 政府給再多優惠他們都是無感 而救股市 就借錢私契買自己的股票 製造起死回生的假象 誘騙普通老百姓再把口袋裡那點錢拿出來 撐起岌岌可危的市場 問題是市場愈後兇險 即使政府給錢 給私契 錢還是要還的 還要付利息 如果後事依舊低迷 跌跌不休 借回來的錢 更會變成大包袱 本來不死 現在到死的更快 顏春鉤表示 要救失業 要先救投資 但政府國策大倒退 市場環境日益惡化 生產關係回到改革開放前的封閉和專制 叫投資者對未來如何有信心呢? 習近平死不悔改 堅決以國家行政力量 去對抗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 叫投資者對經濟的未來如何樂觀的起來? 舊的私契倒閉 新的私契不來 沒有去全球化 只有去中國化 受益的是印度 東南亞 墨西哥 中共卻把自己玩死了 另外 國企有國家養 私契大面積倒閉 私契佔就業人口的八成以上 私契倒閉 失業率必然升高 私契為何無端端的倒閉呢? 追根溯源 都是政府自己做的孽 習近平上台以來 任意推出國進民退的政策 對私契趕盡殺絕 光是教培行業 一夜之間就使3000萬人斷炊 美中關係交惡 大量外企私契外迁 這一波眾叛清離 又毀掉多少農民工的飯碗 大學畢業生失業也成為普遍現象 中共近日推出的就是大招 只是以有限的行政手段去救冰死的市場經濟 其實現在是爛在根子裡 其根源便是中共的統治 中共一日統治中國 中國的經濟就不會有救 誰追隨中共跳進這個泥沼 誰就無法跋身出來 而更多人樂見中共垮臺 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美國保守派非營利機構媒體研究中心MRC的最新研究 Google搜尋引擎 在展示美國政治人物資訊時 存在明顯的左派偏見 特別是將副總統賀錦麗的競選網站排名優先於前總統川普 這引發了外界對搜尋引擎是否被用於政治操控的擔憂 福斯新聞報導 MRC的研究指出 在搜尋川普2024總統競選和賀錦麗2024總統競選時 Google搜尋結果對這兩位候選人的處理方式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研究發現賀錦麗的競選網站被列在搜尋結果的第三位 而川普的網站則排名第六 這些差異反映了搜尋引擎對不同候選人的不公平展示 進一步助長了對科技巨頭可能操縱選舉的質疑 MRC認為這樣的搜尋結果有潛在的偏見風險 特別是在越來越多人依賴搜尋引擎獲取資訊的情況下 搜尋結果可能直接影響選民對候選人的認知 進而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根據SEO專家布萊恩·迪恩的研究 搜尋引擎第六位結果的點擊率往往只有第三位結果的一半 Google發言人反駁了這項研究 強調兩位候選人的網站在相關搜尋查詢中都持續位居前列 並指出這項研究只考察了單一的搜尋詞條 並不足以代表全面的結果 此外支持Google的人也指出 川普的競選網站在Google的排名 甚至比Bean和DocDocGo這一類搜尋引擎更靠前 儘管如此MRC堅持認為 在美國民眾對科技巨頭的影響力日益擔憂的背景下 這些搜尋引擎的偏差仍然值得關注 隨著搜尋引擎在資訊傳播和輿論塑造中的角色日漸增強 如何確保這些平台的演算法公平公正 避免政治操控已經成為社會的重要議題 在此之前7月間不少網友發現 當時使用Google搜尋引擎查詢暗殺川普未遂這一詞條時 Google的搜尋列不會自動帶入關鍵字建議 反而自動出現暗殺雷根未遂等句子 特斯拉和X的創辦人馬斯克公開質疑Google的相關做法 指控其可能構成選舉干預 馬斯克在社群媒體平台X上發文指出 Google搜尋的自動完成功能似乎省略了與7月13日 川普遭槍擊事件相關的搜尋建議 他質疑道 哇 Google對川普總統有搜尋禁令 這是選舉干預嗎 隨後他又補充 如果他們干預選舉 會給自己帶來很多麻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如果您對今天的時事新聞有什麼想法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留言 跟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也請大家多多為我們的視頻點贊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